难怪阿碧宁死不离慕容赋 你看他将真结给了谁 断于无意发现真相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 武侠迷们能够在各个平台上畅所缘 一起讨论金庸的武侠小说 直到这个时候 读者们才醍醐灌顶 发现了天龙八部的主旨 竟是求而不得四个字 的确 萧峰替盖帮舍身忘死 却被群盖逐出了盖帮 沦为人人喊打的其他人 萧峰想和阿珠原副塞外木马放羊 却在误会之下将阿珠打死 小峰想化解辽宋两国的战士 却挟持了辽帝一律红尽 继而自枪死在燕门关上 再看慕容赋 他风度翩翩 让段于看了自残行贿 他武功卓绝 一朝斗转兴一鸣冻江湖 他左右逢源 王宇彦这等红颜家人 也为他牵肠挂动 然而慕容赋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他为了光复燕国 不择手段 甚至铤而走险 最后到头来 竹篮打水一场空 起初慕容赋 饶有兴趣地参加了 苏星河主持的真龙棋局 却走火入魔 差点自问 最后眼睁睁地看着 小和尚须竹 战战兢兢地走进了小木屋 得了乌鸦子的毕生内力 据贤庄仪以后 肖峰身败名裂 慕容赋为了拉拢群雄 不惜在邵氏山联合丁春秋 有坦之围剿肖峰 慕容赋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先被暴怒的段于 施展六脉神剑 射了个劈头散发 后又被肖峰一抓一掷 在群豪面前 摔了一个狼狈不堪 幸好慕容赋及时赶到 在他的鼓励下 慕容赋重拾信心 参加了竞选西夏驸马的榜文招亲 慕容赋再次始料未及的是 徐竹嫂和西夏公主在冰窖 有了三日刻骨铭心的雨水之欢 事事不顺的慕容赋 最后将希望 全部压在段延庆的身上 他不惜拜段延庆为一副 还杀了家臣包不同座位投名状 就在慕容赋是在必得之时 段延庆却发现 段宇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另一边的王语言 早就和段宇在枯井里抱在了一起 他们二人耳鬓撕磨 不知说了多少肉麻情话 慕容赋接连遭受挫折 终于崩溃沦为一个 难难自语的疯子 不过阿碧为何因此不离慕容赋呢 在天龙的末尾 随着慕容伯归 慕容赋发疯 偌大的姑苏慕容 就此树倒不遜散 可即将返回大理 继承王位的段宇 却发现 慕容赋身边竟有阿碧相陪 以阿碧的姿色 他完全可以离开慕容赋 找一个如意郎君 寻找自己下半生的幸福 的确 阿珠也是燕子屋的婢女 可他爱上萧锋之后 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慕容赋 其次 慕容赋疯殿之后 逢人就说自己是皇帝 此时正处动荡不安的北宋末年 朝廷对这类事情 坦之色变 正如八天使所说的那样 臣和华大哥想法相同 慕容赋自称皇帝 若在大宋境内 给人发觉了 便是满门抄斩的大罪 朝廷的耳目遍布各地 慕容赋口无遮拦 他的事情迟早会被朝廷所知晓 因此若继续陪在慕容赋身边 阿碧随时都会招来杀神之祸 阿碧不笨 还是一个颇有灵气的江南女子 他自然知道 跟着慕容赋的下场会有多惨 即使如此 阿碧为何不远走高飞 偏要留在一个疯子身边 继续伺候着他 其实阿碧将癥结给了一个人 段玉出到燕子屋的时候 就发觉了真相 那时段玉被揪摩着携持 去了一趟燕子屋 上了阿碧的船之后 段玉这个书呆子 并没有从阿碧的身上 嗅出什么味道 可进了燕子屋之后 段玉却在阿珠的身上 闻到了一阵优雅的香气 景庸还特别强调 这气味和慕婉清身上的 厨子之香 颇为相似 并非什么胭脂水粉的香味 段玉出闯江湖 但也算得上是一个 乐女无数的起男子 他断定 燕子屋的那位老婆婆是假扮的 否则不可能会闻到一个 十七八岁小姑娘的体香 果然不出段玉所料 这位老婆婆正是阿珠 用意容疏所办的 不过问题也跟着来了 段玉在燕子屋坐了好几趟船 每一次都和阿碧 游过近距离的接触 为何段玉没有闻到 阿碧的处子之香 景庸的言外之意很明显 阿碧早就将癥结 交到了慕容傅的手里 这样一来 就能解释慕容傅已是病入膏肓 但阿碧依旧不离不弃 只要阿碧是一个传统的女人 在他看来 慕容傅是自己生命中的 第一个男人 不管他成了什么模样 将来会怎样 总要一心一意地服侍他 照顾他 不得不佩服金庸 撰学武侠小说的一镜 阿碧的戏份少得可怜 但他身上竟隐藏了 如此之大的谜团 着实让人意想不到